但是你為什麼在 Stanford Incubator完了以後 你沒有繼續留在歸屋 我們當時其實是在那個 歸谷那邊待著 但是然後繼續坐坐坐 但是一不小心就發現 矮馬矮快到那個聖誕了 然後我們想融資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戲 然後聖誕那該怎麼辦呢 還好 中國咱們不太 就是慶祝聖誕這麼 至少大家不放假 我就到那邊先融融試試 就很快就找到錢了 然後我們去研究了很多 各種各樣的我們的用戶 我發現我不接地氣 我不瞭解他們學英語的需求 可能我自己的學法就是 首先我去focus在 大家非常常說的東西裡面 然後所以我是不常說的東西 我都不看 那你覺得中國人學的嗎 他們不知道這個東西是常學 常說還是不常說 就是書上寫什麼 那就學什麼 咱們中國人學習的習慣是說 需要系統化學習的 需要有進階的 它都是有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要打官 但是你仔細想想 如果你真的把一個中國人 空交到美國來 他哪裡有進階感的 沒有進階感 身邊的人愛說啥就說啥 所以我就發現我得改成 希望讓他們合適他們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我沒辦法在內心 說服自己 有serve這樣的 purpose 所以後來我們就迷茫了很長時間 不行就做個別的呗 再找一個你 passion 的東西在做呗 不不不 不能這樣 因為我的內心的 passion 其實很簡單 就兩個東西 一個是我很喜歡 learning 第二個東西我很喜歡 fun 就這麼兩個東西 所以我很想在這個方向上 能找到一個插入點 對 就這麼回事 大家一個感覺 就是說好像回國以後 會有一種水土不服 會覺得不接地氣 你覺得這是這種海歸的 留學生創業的時候 遇到的最大的難題嗎 我覺得會是的 對 就是因為確實 一個硬幣的兩面 就是當年曾格投了成鵝 投了藍廳騎士的 這個過去集 都是斯坦夫回去的 然後他們也成功 代言企業上市是吧 也有成功的例子 在過去可能會更明顯的 還是那種開放的心態 學習的能力 就是視野更開闊嘛 然後畢竟受過更是吧 民主的這種環境的熏陶嘛 但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當他們有非常好的這種視野 然後有很好的這個 學名校的學歷的背景 很好的學識 那他必可避免的 就是對中國市場 可能離開了一段時間 都不夠了解嘛 你能透露一下 當時在中國拉多少錢嗎 68萬美元 挺好的 對吧 也夠在中國僱人啊 想僱人 但是後來只僱了一個人 然後剩下的人都僱失敗了 有的人是我覺得他不行 有的人是他們覺得我不行 然後他覺得我不行的點 你知道在哪兒嗎 就是他們覺得我這個人特別糊塗 他問我你覺得未來有什麼 比如三年有什麼計劃 我說我還沒想那麼遠 我不知道 然後我現在未來的計劃 就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但這個計劃呢 我覺得不一定能實現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能實現 但那個地方應該不能實現 人家又覺得我特別沒譜 他說我覺得你這個人 特別有意思 特別好 特別有情緒 但是呢我總覺得心裡有點電得慌 我不敢跟你幹 我說那算了吧 這個是你挑員工的標準 對 我以前不認為這個東西 這麼重要 現在覺得好重要 我是一個很有Vision的領導 但是我不是一個很強硬 或者是一個很牛逼的一個領導 我後來發現跟我工作最好的人 是往往是在其他的大的公司裡面 非常有經驗的 他們的專業性非常強的 然後呢 但是他們不喜歡被領導 所以他們跟我這樣的人在一起 就特別好 因為我特別喜歡發揮他們的優點 所以Sally就是 她就是這樣 因為她在Google做了八年嘛 所以她的 He's great at everything Hi You got your makeup on, girl How can I make this full screen? Hold on Here Where? Oh, cool Your face is huge No, I'm saying like your image is huge Sorry Your face is beautiful It's a full screen 所以後來以後 然後回來以後 就開始研究新方向 然後怎麼找到新方向呢 也很長時間沒找到 然後那個時候又鬧出來 我的兩個口方者又要鬧分家 他們要離開 切 當時發生什麼了 一定要說嘛 這一段又來了 好吧 這一段呢就是 我的兩個口方者 有一個是我的男朋友 然後他當然要跟我分手 然後呢 那就分手 那分手那就 所以就很鬱悶嘛 那你覺得分手 以後就沒法做工作夥伴了 對 他當時 他也比較感情 那段時間 他就 想分手 然後同時又想離開工作 我當時的時候 又被男朋友分手 然後呢 我就一個人衝到紐約來了 中國那邊只有一個員工 在那孤零零的 我又覺得特別對不起他 紐約這邊 我當時有兩個實習生 我白天就去 帶著他們兩個實習 就什麼事 裝著什麼事都沒有 裝作兩個founder都還正常 然後整個團隊都還好 然後白天帶著他們去 拍視頻 然後晚上呢 我就回到家 就開始跟各個團隊 然後呢 我在深夜了之後 我就想陪著我的 中國的員工工作 然後聽他傾訴他心中的鬱悶 由於我晚上打電話 我被兩個房東踢走了 就一個星期 住了一個星期 然後就把我踢走了 嫌疑太吵 是吧 嫌我吵 然後第二個 然後給我的最後通電就一天 說你明天得把他走 所以當時特別特別想 我就是那段時間 我就沒怎麼睡覺 然後每天 剩下的所有的時間都在哭 都在想我男朋友跟我分手 特別慘 我就說那如果就這麼倒 我還坐不坐 如果大家都走 我還坐不坐 然後我當時覺得 到來你的答案就是走 然後我在路邊 有一天就特別神經的是 因為我那天特別特別地累 然後我在那個 Starbucks 聽著那個背後那個音樂 我就一個人在那 瘋狂地 打電話所有的團隊的人 一遍聽的那個音樂 我就回想起我 16歲在澳大利亞的時候 然後所有的一幕一幕的 在我面前發聲 就是我當時 在吉喊拉小地心 我當時去找救濟金 然後我當時在 就是自己住在一個人家的廁所旁邊 就是為了省錢 然後我做了那麼多那麼多的事情 這個對我來說算什麼 然後我當時的那股勁兒就來了 然後我在路邊 哭倒在這個路邊 然後當然很Dramatic 但是是真的 我這人可能有點Dramatic 然後哭倒在路邊 我當時打電話給我媽 我說媽媽 就是這些人剩下的人 還留在這裡 目前還沒有走 他們對我還有希望 我的Investor 給我的錢 不是讓我所有東西一帆風順地 就這麼走下去了 如果這點小時都搞不定 我還搞什麼 你有沒有後悔跟男友一起開公司 我覺得事情發生都有他的必然 我覺得如果沒有他鼓勵我 我也不會有那個開示 走這一步 但是沒有他的離開 我也不會像今天一樣堅強 現在感覺怎麼樣 現在你覺得有沒有on the right track absolutely on the right track 現在發展得很好 很好 我們的團隊其實非常的小 我們一個做安卓 一個做蘋果 一個做網頁加後端 然後我們的迭代的速度 是每一個星期都有一個新的版本 會很不一樣 人少好管理 反而可以小步快跑 謝謝 你好 你的問題問得非常好 這是一個我一直其實都非常想嘗試的一個領域 就是在中國本土的這麼一個業務 我的未來的確會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回到中國 然後把say what帶到中國 然後以這位做一個相當於一個主場吧 然後來開展我們的業務 但是目前的情況下 那我在目前的未來的半年之內不會做這麼一個打算 因為目前我們的團隊非常的小 一共才五個人 然後所有的人都不講中文 所以如果把大家現在在這麼小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的思路就是分散了的話 那其實對我們的增長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等我們在已經就是有了一定的基礎之後 我會非常的願意來中國 我開始搖滾了 那你最開心的時候 每天都很開心 我總是想到我每當我郁門迷茫 然後傷感 然後焦慮的時候 我就在想我多麼的幸運 我身邊像我這麼大的朋友 多少人是先去了銀行 或者去了 law school 然後覺得不開心 然後又去讀MBA 讀了MBA 到現在為止還是沒有找到一個方向 他們到現在每天都還是很焦慮他們的未來 該往哪裡走 但是我的焦慮已經非常的細化了 就是我的未來要往哪裡走 我自己該往哪裡走非常的清晰 但只是說這個事情該怎麼做 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個就是幸福的苦惱了 剛才就是帶大家見了這樣一個女性的 華裔的在美國創業的創業人丁丁 我跟她聊得越多 其實越來越喜歡她 她雖然不像很多的一些創業者 顯得特別的自信 特別的aggressive 但是她的真實 她的熱情 讓我覺得特別有感染力 創業者其實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而且她讓我覺得 生活當中 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 就算是失敗了 明天我們還可以拾起我們的夢想 繼續前行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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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